加油 準備 第一個提示 請看五秒 在鼓說叫李讚 李讚 那現在叫什麼 李讚 來 第二個提示再看十秒 是一個人 他 看來是個人 是幾個字呢 是個人 總統也要聽她的指令 答案是兩個字 總統聽她的 什麼總統聽 好 不著急 第三個提示 請看15秒 大會報告的成績者 小優好壞喔 好可愛 妳的答案是 私宜 我小時候也當過私宜 對 是私 私宜 私宜 答對沒有 各位同學 恭喜答對 好厲害 好厲害喔 小優準備 請各位購入賽 請各位 小優同學 是的 我以前也當過私宜 妳講八遍了 可以了 我有當過啊 真的嗎 當私宜有什麼了不起 而且不覺得 那個升旗點 你開始都要拉長 當私宜是了不起 是 全校就妳一個人 沒錯 都聽我的 好 五分鐘的答題時間 加油 之前先看一下本集夢幻大獎 請看一看 大家一起來看看今天問請 準備的是一萬大獎 烤箱料理組合 入耳式的監聽耳機 五萬大獎是 臥室健身車 十萬大獎折疊腳踏車組 五 來喔 歡迎量身達到的第三道題目 請公佈 第一集 約會玩啥Game 妳要組成Game 對 Game什麼東西 對不對 肌膚常見困擾 妳關注保養的相關資訊 對不對 童話故事至多少 妳參加過 所謂的變裝P 變裝生日P 對 泡麵最對味 妳最會組的 也很愛吃 投資 挑房產房屋 去年買了 買一下房子的 對 去年買的 買了人生的第一套房子 對 真的 派對穿搭 這個是你很重視的事情 對 有經營IG 然後按摩選隊友 喜歡按摩 發財看風水 妳對風水是瞭解一二 甚至於還幫朋友 解決了風水問題 真的 是吧 對 妳選哪一題 不如就先約個會好了 約會玩啥玩 來 準備起 注定 我的天啊 心動感 心動感 旋轉木馬 雲霄飛車 應該不是氣墊求持 是旋轉木馬嗎 旋轉木馬 氣墊 人家飛車 四分三十秒 我的答案是 避雨像飛車 聽說你 拜託事 拜託 妳在掙扎什麼 因為會牽手收對不對 不一定 好可怕 不一定啊 為什麼啊可怕就牽手收 因為旋轉木馬 我覺得男生都覺得滿無聊的 可能就很想趕快就是結束 誰說的 誤上誤下 誰說的 誰說的 我就是馬 有沒有要比一樣高有沒有 妳再上 我再下 我剛剛很猶豫 很多MV都會拍旋轉木 而且我可以用不同的角度 看你這個人啊 我都還會這樣看你 我都還會這樣看你 完蛋了 完蛋了 是旋轉木馬喔 那種感覺 可是雲霄飛車會這樣 好可怕 好可怕 然後就會牽手 啦啦啦啦 啪 走開啦 對 我跟妳說 會這樣 我跟妳說因為我也 好好聊天 因為我也害怕 妳在抓著我有什麼用 可是不能打架巴掌 因為太緊張了 那個斷 有沒有那個斷軌有沒有 對 斷軌下去 這個妳還 哇 還跳啊 可是有一種 好像共患難的感覺 我跟你一起度過這個三秒鐘 結果她答對了舉手 絕對是 妳為什麼不舉 她是打B嗎 對啊 我答 我覺得不是B啊 妳覺得是 我覺得是A 旋轉木馬 你看 真的假的 她就是個做木馬會有感覺的 有FU的 拜託 真的假的啦 傻夫夫 我不要第一題就嚇啦 張靜之為什麼認為是B 跟你講絕對對 絕對是雲霄飛車 而且我還有理論 他就說心理學的那個理論 就像吊橋效應有沒有 怎麼再說一遍 吊橋效應啊 我的高潮效應 吊橋 就是走吊橋的時候 不是會覺得很危險 很恐怖嗎 就是聽說就是人在 你感覺到很危險的時候 心跳是不是有加速 所以你會誤以為 那個心跳加速感 是你對身邊的人產生的感情 他讓我心動了 對 那這三個 這種雲霄飛車會怕而已 所以在那個 很緊張的狀況下 你就會覺得 我心跳加速 然後就 誤以為是愛情 就有一個劉里維 想做木馬 好 我陪他做 妳冷靜 好 他是無辜的 他可以邊跟我做木馬 邊跟我拔麥 什麼呢 請揭曉 不用了 衣服開了 太興奮了 沒事... 妳冷靜妳好不好 我很激動 好 的確呢 這就是吊橋原理喔 情緒要因論裡頭呢 二因論我們分成 缺乏因素 第一個呢 就是生理喚醒 第二個呢 就是外部標籤 我們要告訴大家 很多人會以為說 那是不是因為在做這個 雲霄飛車的時候呢 我們會緊張刺激 而牽起對方的手 事實上不是 而是因為你在做任何 危險的設施的時候呢 你都會覺得 有一點害怕 有一點興奮 然後有一點心跳加速 那種感覺呢 容易讓我們跟 愛情心動的感覺 是類似的 所以因此呢 容易會對 旁邊的這個人 產生了一些 生理上面喚醒 一些錯誤的標籤 而產生了一些 錯誤的認知 就會以為 我好像愛上他了 因此呢 如果你想要追你心目中的 男神女神 趕快把他帶去一些 危險的地方 但是還是要注意安全喔 性命最重要 對啦 滿好的 但妳花了三十四秒 我剛剛想太久 對不起 我可以想 我們盡量再快一點點 好 再快一點 第二題 我覺得來個派對穿搭好了 因為我是一個 蠻愛更新 網路上照片的人 穿搭 請主題 這群平台Instagram 也沒有表示 當天晚上出門 參加派對的 時尚穿搭造型 會用下列哪一個來標籤 A O O T N B O O T D C T B T 這個有陷阱 因為通常是O O T D 今天 可是如果是當天晚上 是今天 是O O T N嗎 T B T絕對不是 T B T是 好像是禮拜四還什麼的 O O T N 我的答案是 A 請主題 穿衣服的英文怎麼叫 Outfit 不是 那個 Outfit 你的穿搭 我心跳好快 請揭曉 不要撞手背 開心 一萬在巷子口了 妳大概再三題 就突破自己的過程機 好緊張喔 只要再三題 好 那吃泡麵 我先吃一下泡麵好了 等一下再按摩 泡麵真是好朋友 好朋友 請主題 出外遊子來玩泡麵 最能夠一節相求了 請問網友搭配哪一種味道的泡麵 是心目中的第一名呢 Oh My God 我自己最愛吃炸醬耶 就是那個 它還有湯的那一個 肉燥泡麵也超好吃的啊 怎麼辦 B還C B還C 三分二十秒 我超猶豫的 B還C 雜醬是那個吧 就是 對 有湯的那個 我的答案是C 請鎖定 真的嗎 請 不要是酒香泡片 對 異香油脂 你知道解香愁 聞到最High的 應該是代表台灣的肉燥吧 你說肉燥嗎 可是 我覺得台灣的紅蔥頭肉 紅蔥肉燥 我覺得真的是 Oh My God 我剛剛有猶豫 因為我也很愛肉燥 可是因為晨晨哥你知道嗎 真的好多我以前同學 他們住外面 絕對是買那個 就是可以分湯跟乾 當然 因為那個可以吃很夠飽 還可以喝湯 我們就很難選啦 這個B C都是 這個真的很難耶 而且是出外油脂 這題目很糾結啊 真的 請揭曉 露燥嗎 正確答案是 這個油脂啊 一個人在國外打聽的時候 你想想看喔 就一個人身在外地 還只能夠吃生菜沙拉 或三明治這些冷食 特別想要來一碗 這層層有台灣味的泡麵 那在這個中華料理當中呢 很多的菜色呢 都一定會加酒 那你不管是什麼東西 湯的啊 或是這個乾的啊 你其實都會加點酒進去嗆香 所以你的酒香泡麵 雖然現在呢 這個出外油脂心目中的第一名 特別是台酒公司的這個麵啊 你看有這個什麼 花雕雞口味 然後麻油雞的口味 甚至呢 現在還有花雕酸菜牛肉麵 各種裡頭都加了這個酒的元素 也是很多人的最愛 我要等一下就去買酒香泡麵吃 買酒香 酒香泡麵 酒香泡麵 怒吃酒香 我好氣喔 拜遲 請下一回要這個菜 全民心動略模範生招募中 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鍊籌碼的機會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抑制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